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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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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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士最近推出了一部XT4 那部相機其實是由XT3的改良型 但傅士為了區分這個改良型的話 將XT4的定價真的有一點驚嚇 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賣到這樣的價錢 譬如買Full Frame機 因為其他品牌Full Frame機可能到這個價錢都賣得到 導致XT4真的一部叫好 可能叫座不夠XT3的叫座 XT3的話真的相同 但沒有了IPIS 這方面有些遺憾 另外有些朋友在等待XT30的後繼版 會不會是XT4出了一部XT40呢 希望用便宜一點價錢去玩這部機 但一直只有一個等字 另外Full Frame較早時有一部相當性價比高的相機 XT200 這部相當性價比高 價錢相當便宜 功能相當不錯 CV值相當高 但是這部機最糟糕的就是這部機是太過玩具了 我曾經說這部機是玩具 當然有人不滿意的 玩具的價錢 玩具的造工 但是有些用家是因為這部機真的看起來太過厚 我怎麼拿來用 導致這部機很有關注度 但是有些人真的卻步 富士還有一個完美的Marketing給大家看 然後這部XS10 剛剛是一部介乎XT4 和它的XT30之間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XT4太貴 它現在要出一部便宜一點的機 去挽回市場 對於用家來說 這部XS10其實是相當用得過的 簡直是 如果你覺得XT3沒有了IBS 但又不捨得買XT4的話 這部XS10就適合你了 在另一方面 如果你希望有一部能夠自拍的拍卜的相機 又可以拍照 但你嫌這部XT200太過玩具 太過膠 所以這部XS10又適合你使用 所以這部XS10的話 將會補購了富士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XT4太貴 用這部XS10的話 就爭取一些用家 另一個就是XT200 就太過膠 太過玩具 它利用這部XS10的話 亦都提升了它的相機外形 提升了相機的性能 總之各方面提升了 吸引那些用家去投入富士生意 這部相機還有三天就出的了 現在網上已經出了那些相片 跟大家看看這部相機的帥氣 就是這個 所以看外形的話我覺得是相當帥氣 它甚至比XT30更加漂亮 XT30我個人就不喜歡它 這個位置太過高 相機好像兩個肩膀升高了 有些人喜歡的 我又不喜歡 我喜歡這部相機 我喜歡XT3、XT4的樣子 所以我個人就不喜歡XT30 個人口味 不要怪我 所以這部XS10的話 我覺得相當帥氣 看上來的話 如果你喜歡XT3、XT4這個系列的話 你真的會覺得這部相機是更加順眼的 看尺寸的話 和重量的話 它真的比XT4、XT3一段 小一點 輕一點 但是也是重過XT30一點 所以這部相機真的是 中間落幕的一部相機 價錢算是剛才說的 再看看另外的樣子 這部相機看上來是相當帥氣的 無論你偷一些比較高級的複製鏡頭 或者偷一些便宜的鏡頭 它完全都是 carry 得起 沒有問題的 這部相機 價錢相當相宜 相機 聽說真的會是 999美元定價 我猜大概是 6、7千元 希望7千元便可以買得到 定價 市場價你也知道 富士機市場價和定價是有些距離的 OK 先看這部相機 XS10外形是相當帥氣的 我其實喜歡這個外形 為什麼呢 它的手柄我覺得相當正 有一個比較大的手柄的話 肯定是很握手的 這部相機 我覺得是足夠我們所謂的 樂場砌的一部相機 絕對不會拿上手的話 是相當穩陣的 特別是它的快門按鈕 在上高 假如XT30或者XT200那些 由於沒有大手柄 快門按鈕在機頂上 沒有那麼好按鈕 而且這部相機 也有一個很方便的 拍影片的按鈕 所以這部相機 完全看到富士 是一部target 拍照片 也是可以拍片的相機 稍後再說 OK 這部相機外形前面有轉盤 也方便操作 但是始終這部相機 不是一部高價的 即是不是去到XT4的級數 因為那部機是貴到 很多人家都頂不住 所以現在是出了一部便宜價版 我們有些東西是要折讓的 例如我在Topview看 它在這方面 沒有富士 很多人喜歡的加減曝光 都印出來了 正面這個轉盤 是PSAM 連上CS2,CS3,CS4 方便大家設定一些個人的設定 OK 但是它另外還有兩個轉盤 這兩個應該是跟XT200一樣 即是說你自己設定一些東西 在這裏它不會印出來給你 機頂另外比較方便的 也有一個ISO按鍵 方便大家很快去設定 ISO 也有一個Quick Menu按鍵 方便大家按 這部機頂看上去 跟XT200有點相似 未去到XT4的級數 但不要緊 便宜這麼多 總之它做工 看上去應該是不錯 那這部機 另外比較吸引的就是它的反屏 沒有辦法 這件事真的 我都說了很多段片都這麼說 這種反屏其實是比較簡單 但是 就是 睡過Day1很多年前的相機的反屏 就是這個設計 後來就 複雜了 喜歡在機背裡面 向上反 向下反 甚至是一些機關 一些特別一點的反方 但是那些這麼複雜的東西 對於今時今日我們喜歡拍Youtube 拍Vlog那些用家 是真的不適合的 所以反到旁邊的話 我們方便自拍 也是可以垂直 和橫橫都可以多角度 這方面真是正的 所以這部相機跟XT200 也跟XT4一樣 用了這種反屏幕 現在所有 如果是認識相機生產商 其實接下來你的機器 都應該是轉回這種反屏幕了 你堅持它向上反 向下反的話 用家真的會有猶疑 OK,先說回其他 另外呢 這個機身的一邊 就看到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HDMI 一個是USB-C充電 那 詳情要等副視公佈 究竟這個是純粹USB-C充電 還是可以供電呢 那就真的看了 我覺得以現在的科技的話 應該可以供電 那相機就可以長期拍片 另外有一個拆麥克風 OK 那先看看機背 機背也挺簡約的 這裡有一個Joystick 比較了一點遺憾的話 後面就少了一個轉盤 但這個應該可以做這個功能 另外有AF-ON 就是可以按住它 可以自動對焦 AE-Lock 這些基本的東西都齊了 有一個Menu OK 鍵 大概大概 我覺得這部機 都是一部操作以上 比較方便的相機 雖然這部相機還有三次才出 但是它基本的Smart 都流出了 大概現在說 這部相機除了拍照之外 拍片是它的強項 拍4K 30p 不需要去Clock 另外如果拍全高清的話 去到240p 你拍慢鏡是相當好的 所以這部相機的話 那些YouTuber是對的 假如你喜歡拍照的話 它有18種模擬的Fujifilm 的模擬效果 跟XT4是一樣的 所以我剛剛也說過 其實是一部XT4的平價版 XT4真的定價太高了 對於富士來說 奇虎難下又不減一價 唯有出一部 炒一碟 出一部功能 但是也相當強項的一部相機 給用家去用 連拍怎麼強化呢 30張 電子快門連拍到連拍30張 這個相當厲害的 所以你拿著這1秒20張 已經覺得是黑科技的話 富士是可以30張的 當然不是新的 XT3已經可以這樣做 至於感應器的話 是2600萬像素的 X-Trans感應器 富士的招牌也放下來 另外機背的LCD 剛才說了可以像XT4的反螢幕 而解像度也有100萬點以上 至於這部相機 大家相當關注 有沒有IBIS 當然是有的 不然的話 就倒退到XT3 現在這部是XT4的平價版 所以一定有IBIS 即是五軸防震 6級的 我覺得已經相當好的 你不能將它追求到 7.5級最上級的 有6級的機身防震 已經相當不錯 而且這部機的自動模式 也可以記錄了RAW 以前自動模式 只能夠拍到JPG 而且這部機 在全自動模式 它仍然可以拍到RAW 這是一個改良 OK 不要緊 續到三天就出這部相機了 拍這段影片的話 跟大家分析一下 Fuji Film 為什麼有這部相機 我個人看法的話 XT40的話 可能真的不用等了 一部相機就搞定了 其實就等於一部簡化版的XT4 這部相機 完全是那樣 而且整個市場打造的話 就target一些喜歡拍照和拍片的 就是XT200 如果你嫌它太過 塑膠的 太過便宜的話 這部相機就對了 這部相機 其實真的是XT4 和XT200的中間機 可以這樣理解一下 假如你不捨得用XT4的價錢 去買那部機 那部機一萬四千元 如果根據999美金的話 這部機是七千多元 約是它的五五折左右 那就是說 XT4的半價就玩到一部這樣的 有機身防震 有2600萬像素 反摩和XT4一模一樣 拍片都去到4K 30p 當然你如果嫌這部XT200不夠的話 你又加少少錢就買到一部 就是外形相當Pro專業的 夠實正 手柄夠大 完全會被人覺得它太過膠的相機 所以這部相機真的功德無良 就是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這次富士 日本富士 定價就相當聰明 那部機太貴XT4 XT200太過膠 有了這部相機的話 你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搞定了 這段影片跟大家分析這個概念 做了三天就出門了 這部機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個人就看好這部機 為什麼呢 因為 逢真底版性價比較高的機 我都會推薦的 那較早時 如果你對XT4的價錢 之前真的覺得卻步 而對XT200覺得太過膠 不買的 那現在對這部XT10 你有沒有興趣呢 留言大家說一下 OK 當然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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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像我出新片的話 特別我出富士的片的話 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畫面上有Facebook的Fan Page 在那裡可以留言給我 問任何事情問題 例如這部機能買得到嗎 我再告訴你 OK 好吧 今天盡快剪片 拜拜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